撐起陽傘出門 台北地區一早艷陽高照 不到上午11點就飆破35度 隨著梅沙颱風遠離轉西南風 北部東北部和金門地區 2號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高溫 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大致上來講 在中南部地區今天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而且還有可能出現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因為西南風影響 中南部地區2號要注意局部較大雨勢 3號到4號因為台灣地處低壓帶環境當中 雨區擴大 氣象局預測西半部和東北部 嚴防較大雨勢 那到了週末的時候的話 環境風場會比較偏向在東北風 所以在大台北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震 或者雷雨 第9號颱風梅沙持續一路向北 預估晚間登陸韓國 強度會減弱 而第10號颱風海神 也在1號晚間8點升長 未來路徑將會朝西北溪方向前進 往日本方向 有增強為中台的趨勢 氣象專家認為 五天內受到兩個大颱風侵襲 這還是史上頭一遭 那到了大概5號6號的時候 它的外圍環流不會直接影響 但是它對我們環境風場會帶來東北風 影響北部地區 特別是大台北 基隆北海岸跟宜蘭這一帶 面對雙台齊發 氣象局長的證明點也在臉書發文 強調雙台相距域2000公里 不是所謂的藤原效應 只能說明海神梅沙環流龐大 各自逆時中旋轉的情況之下 在兩台中間交會受牵手 這是綜藝環山台北艙報道